八字身弱的人有什么特征? 什么样的八字身弱,富贵惊人? 生成八字是人出生了年月日食,换算成天干地支, 由八个字组成,简称八字,又称为四柱。 在八字命学中,八字极弱的人是很敏感, 四柱中没有生服日干的五行干之存在, 或者日干五行强盛,生服日干较多, 再或者被行冲,和会成了其他五行。 与此同时,命局有命硬和命弱之分, 命硬通常是指命弱,是五行衰弱。 一般,命弱的人性格相对温和,但容易情绪化, 身体较为孱弱,体质比较容易生病, 而且身弱不单财,财多压人。 一旦有富贵入手,身体必然会出现毛病, 只有破财才能消灾。 八字命局分为四种格局, 身弱、身旺、从弱、从旺。 八字弱的人通常在女子身上的正面表现, 可能是有着精致的身材和一张让人喜欢的脸蛋。 他们表面看起来体态恶娜,轻盈柔弱, 楚楚可怜,所以异性关系很好。 事实上,这样的人更容易获得别人的关心和照顾, 而负面的表现则是体弱多病,骨骼弯曲等。 他们心理防线相对较弱, 会因为面对金钱或者感情上甜言蜜语的诱惑, 难以抵挡异性的追求。 在男子身上正面表现是面目清秀俊朗, 为人处事圆容, 但是缺乏贵人的帮助, 很难从别人那里得到认可。 负面的表现和女子的差不多, 因为能帮助他们的贵人少着又少, 所以八字过弱的人需要更加敏感和激进。 八字弱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气场较弱, 一般付出较多, 但时韵被动, 不同于八字旺的人的豪爽大方。 他们相对而言一生起伏较大, 波折较多, 在情感方面会比较感性, 必定付出不在意后果。 这类人很容易被感动, 心理防线低, 也愿意回报对方的付出, 虽然挣到的钱基本无福享用, 但是婚姻一般也比较顺遂, 当然也有刺暴自弃, 怨天尤人的命主, 处于人生道路上感情与事业等的迷茫期, 只要时来运转, 依旧有翻身的可能。 八字弱, 先天不足的人命不好吗? 如何趋及避凶, 才能提升命格呢? 他们往往从小身世飘灵欺赏, 或凿失孤世, 不苦无疑, 因此一生就是在寻找一个依靠, 其一生如同一叶孤舟, 在汹涌澎湃的诡局人海里, 再富再沉。 好在大部分人对于各种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, 受到贵人的提拔或时事的引导后, 也能步步高升。 其实八字过弱, 只是自身八字的一种状态, 只要行运能助其所从之事, 便可以改善体质虚弱。 福寿不齐等先天不足, 久而久之, 这类人也能周旋于恶劣局势中, 而应付自如, 因此八字过弱和八字过往一样, 无所谓好坏, 上天对待万物, 常在不公平中显现出来其公平性。 推测命局的好坏时, 不能一概而论, 关键是要看偏弱或者过往的八字, 和八字中的神傻流年等其他信息的作用关系, 随着大运流年不断的变化, 命局中, 某种五行的气势产生的影响也不同, 因此, 单纯通过八字强弱这一点判断命局好坏, 是武断且片面的。 八字过弱的人求财方面颇为艰难, 个人能力也常受到限制, 如果一生多贵人和助力也能够成就大事, 八字弱的人虽然人生各方面的表现比较弱势, 内心却是要强了, 他们不屑于对领导逢迎拍马, 因此常犯小人, 总是由于能力不够, 不能承受生命中的福泽而忧心, 正所谓福祸无门, 为人自招, 心存善念, 天比幼稚。 八字过弱的人若是感到自身力量不足, 可以根据四柱中八字命盘阴阳五行的结合, 往喜用神五行的方向上选择立于自己五行的配偶, 生辰八字论命是一门很深的学问, 根据喜用神改一个能够代表, 用神五行的某个汉字为名字, 也可以改善自身运势, 获得多穿喜用神五行所属之颜色的衣服, 饰品, 久而久之也能为自己招来不错的才语, 很多古代的八字书中都说到, 财望深弱, 富污贫人这句话, 在生活中, 深弱的人选择与喜用神五行颜色一致的用具, 且不贪非分之财, 不走偏激之路, 多食用喜用神属性的食物等, 假如行运在于顺境的话, 必然会财源广进, 帮助五行平衡, 八字过弱的人, 如何增强自身财运呢? 若是你赚钱的欲望非常强烈, 野心特别大, 但是却感到自身力量不足, 可以寻求别人的支持, 当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, 想法得不到实现的时候, 可以选择和长辈父母住在一起, 贴近巩固, 同心心力, 如果又走身旺帮扶之地, 那么借助他们的力量, 寻求发展, 再行身旺之运, 定是富贵情人, 改善自身的运势时, 也可以寻求兄弟姐妹朋友的力量, 逢留年好的时候, 也许能小赚一笔, 总而言之, 和朋友或同事合作, 可以避免是你堕入到某种物欲之中, 难以自保, 某种程度上,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力量, 也是不错的选择, 除此以外, 身弱的人要注意, 临近每月初一十五的日子, 从风水角度来说, 最好尽量避免春红, 再者就是不要在这两天搬家, 混工作, 特别是初一十五的晚上, 要尽量待在家中, 也不要乱花钱, 或在考虑不周的情况下, 野心勃勃地投资, 避免冲撞恶星, 以求平安, 如果心里越来越焦虑郁闷, 可以采用佩戴木质或水晶饰品, 采取五星条理通关的方式进行化解, 或是选择三合, 六合的鼠项生肖, 吉祥物佩戴, 值得一提的是, 如果你的朋友或亲戚是财多身弱之人, 又没有走在望运的话, 也会对你的运势有所波及, 可以随身携带一小块雷击木, 人们认为雷击木是上天雷电劈开的辟邪法物, 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虚妄有极大的震慑作用, 同样也可以作为住宅的镇宅法物, 拔子过弱的人通常身体素质不太好, 多与雷弓电母封杀灵体的信息残留接触, 就不会被清风野鬼, 胡黄长蟒之类的低级精灵进身, 其中众多雷击木之中, 首选雷击枣木、桃木、银杏树次质, 人的一生谁都希望自己富贵极强, 但八字弱的人平时则要特别注意, 自己所缺五行代表的身体不为健康, 世上的财都是无常的, 如散失了也不必过分的懊散,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隐居起实生活方式的培养上, 在稳中求财才能真正的富贵起来, 因为只有自身的体质增强了, 财运才会越往, 他有精力承受命中的负责, 留年时才不会有官非意外之灾找上门, 自身的运气也会跟着变好。